大家好,欢迎回到小木谈天 今天是2022年4月30号星期六 今天是4月最后一天 小木谈天交流群的电报群组今晚会删除 请朋友们加入小木谈天公告频道 视频说明栏有链接 现在媒体上对上海为什么会出现 现在这种不可思议的局面有多种理解 我看到挺多人直接就说都是内斗造成的 如果没有内斗 上海这样的城市是不可能出现这种局面的 真的是这样吗 今天我主要来谈谈这个问题 先分享两个网络上的网友留言 非常搞笑 笑的背后都是眼泪啊 这位网友说 他们小区住的老外很多 一位女邻居发言说 当应封城开始上铁栅栏的时候 法国和意大利领馆都出面交涉 因为这是严重侵犯人身自由的违法行为 结果装隔离栅栏的人就撤了 这位女邻居最后说 中国人生活在上海要靠法租界保护了 这我有体会啊 大家可以去问问在外国领馆工作的中国人员工 他们得到了外国领馆的什么援助 我认识的朋友中就有在上海的外国大公司工作的 这些公司通过自己国家在中国的影响力和网络 给公司的中国员工输送生活物资 这是真实发生在上海的事情 但是这种事情几乎没有得到官媒的任何报道 当然那些受益的中国人也不会在网上声张 毕竟上海还有那么多人吃不上饭 关键时刻竟然要靠外国人 我们为那些老外点赞 他们在中国发生危机的时候救了一小部分中国人 我们看看美国驻华大使在对中国的美国人发出的信息 大使馆会24小时为美国公民提供帮助 还在乌克兰和已经离开乌克兰的中国人 有什么话要说吗 在上海的受难者和家属们如何感想呢 另外一个网友的留言 说国事你好 我们按照您的要求 口罩也戴了 消毒水买了 核酸天天做 三针疫苗打了 板栏根也吃了 双黄莲也吃了 莲花清瘟也吃了 连你推销的空气计划器也买了 但是还是被隔离了 还是被感染了 请问是不是有什么您推销的我们没有买到啊 这个留言实在让人忍俊不止 这是不是普遍反映了中国大众的心态 有几位代表官方发言的所谓专家 一路带风向 忽悠大众 但是那些专家也都是工具 能用的时候用一用 在国内外行指导内行普遍流行的风气下 专家的话跟政府的想法不一定一致 我相信中国有更多我们不知名的专家有话说 但是有几个人能把话说出来呢 最后政府不管三七二十一 一看防控不住赶紧社会面清零 清零和方舱成为中国人的梦魇 之前也是因为张文宏和一些上海官员 说上海不会疯 上海资源充足这些话 给人一线希望 这次就有一种说法 上海之所以会出现这么严重的次生危机 是中共内斗的结果 我部分赞同这种说法 但是有人把这种说法普及化 把上海出现的所有不合理现象 全部变成内斗 上海官员躺平的结果 这就不合理了 因为内斗的指示要想深入到党领导下的所有基层 甚至民间团体 全民抵抗习近平 就有点太过夸张 从政府层面宏观来讲 江派和习派的斗争是体现在方方面面的 对于习想借清零来巩固自己的政治资本 江派一定是会反抗的 再加上上海的高度国际化 跟老外朝夕相处 在上海工作的人对于国际信息的整体了解 也高于其他地区的人 比如老外们在肆乌鸡蛋的用VPN嘛 他们可是不怕的 跟他们混在一起耳濡目染 多少都知道更多一些开放的信息 所以在中国内部鼓吹的什么清零与共存之争 在国际上基本没有听到过 我就没有看到哪个主流媒体在讲清零 很多都没有提 只有国内官媒在煞油介事的讨论 好像清零变成了一个主流的选择 但是一出国门 就发现世界上没有人在讨论是否可以清零 无论是轻症重症 在人们对病毒了解更多之后 变成零成为一种非常极端的想法 国际上还存在的讨论 是在于对防护措施要求的严格程度如何把握 开放的程度如何把握 来达到防疫和恢复经济之间的平衡 这个没有正确答案 但是方向都是像民生、经济、安全这些方面来考量的 所以清零和共存之争 是只存在在中国的一个题目 国际上争论的只是开放的尺度问题 上海人知道的多了 肯定对北京的政策不符 所以这次上海出现了其他地方很少出现的现象 就是会出现很多层级的医学专家 发出跟清零不同的声音 虽然后来都被铁拳打到了 但是出现过一些反弹 说这些全都是党派斗争 我倒是觉得不尽然 上海官员可能本土自我保护意识更强 那是真的 这个在中共官场很常见 上海因为是江派底盘 相对来讲根基更深 在对抗北京方面也体现的更加明显 所以这次上海跟其他地区的清零中出现的问题 体现出一些不同 也有很多共性 不同就是我刚才讲到的那些原因 那共性呢 除了无计划无预警 无通知无人性的管控的严格 其中一个体现就在物资上了 上海封城后 全国各地的捐赠物资不断进入上海 但当地市民仍面临饥荒的威胁 根据多方消息显示 中共基层人员利用当局严厉的防疫管控措施 在保供团购方面谋取暴利 有知情者披露 有政府保供人员通过社区团购一天可赚30万 除了上述保供单位和团购人员爆出的内幕外 不少市民披露出中共基层党组织 居委会等官方机构人员 参与了将外地捐赠物资 高价销售给社区居民的腐败行为 不少政府家属在网上晒物资 菜多到吃不完 让上海人了解到保供啊 其实是保供 只有赵家人才被保 这两天中国各大媒体争相报道 公安部近日下发通知 保人民生活供应措施 严厉惩处发国难财的不法分子 红台民生物品价格等违法行为 听上去很美对吗 公安部出面了 最近一次公安部出面搞这种面子工程 大家还记得是什么时候吗 铁链女事件出来后 公安部启动打击管卖妇女儿童专项行动 他们每次话说的很好听 他们仿佛是第一次听说 中国还有这么猖獗管卖妇女儿童的 第一次听说有人倒卖物资牟利的 大义凛然的一出现 事后抓几个小喽啰 事情就结束了 看看铁链女事件就知道了 通常这种类似的维稳式的官方言论也很多 官方辟谣了 高层震怒了 领导说了要一插到底 谁阻拦插谁 以前这种信息还能骗骗人 现在这样的公告出来 在边际效应递减的规律下 能够忽悠到的民众是越来越少 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 还是有相当数量的人会为之振奋 重新拾起政府还是好的 只有少部分人在作恶 认为政府出手就好了 这是在中国确实是常有的心态 但是事实是 这在其他地区都出现过了 非常泛滥而且屡禁不止 体现出中国特色系统性腐败的特点 真的别冤枉上海官员 其他地方全都一样 2020年武汉告急 物资紧缺 中共民政部宣布 所有捐款物资 都用通过政府支持的 五个慈善机构之一来办理 包括红十字会 与其他大多数国家不同 中国的红十字会 是受中共直接控制的 跟妇联、文联等等 一样属于组织的边缘机构 政府不方便直接出面的场合 这些组织会跟上 2020年1月29号 蔬菜产地山都受光 捐赠350吨蔬菜运抵武汉 据澎湃新闻报道 350吨蔬菜将由武汉市商务局 组织五商、中百、中商三大商超集团 按照低于市场价进行销售 扣除各种费用后 销售所得全部上缴后十字会 捐赠物资被卖了 还有网友发现 武汉红十字会下面竟然堂而皇之地开着经贸公司 经营仿制品、服装及面料、建筑及装饰材料、医疗器械 家用电器批发兼零售 武汉的例子太多了 这里只举了几个比较典型的例子 不过那个时候公安部也没有震怒 也没有调查 没事人一样 生活物资离上海比较近的就是西安了 今年1月初 西安封城十多天 当地市民抱怨缺粮少菜 幸福的菜都在新闻里 快乐的区只有评论区 那些真实上网晒菜的 却被发现是政府特供菜 21世纪经济报道的一条雪中送炭消息称 12月29号下午三时取 西安市新城区上浦路23号院 一车车蔬菜水果肉类拉进了小区 该小区约有180户人家 运来了大概180袋蔬菜等补给物资 有细心的网民发现 上述报道提到的西安市新城区上浦路23号院 是中共陕西省人大官员的家属住宅区 很多西安市民拍摄的视频显示 由各地捐赠的大量爱心蔬菜 被扔进垃圾堆 这些视频我就不放了 我发现这种视频很容易被黄标 其中有些蔬菜被官方当作垃圾处理掉 有些蔬菜烂在仓库没人管 而有些蔬菜则被当地官员警察 城管和社区管理人员瓜分 甚至将捐赠物资高价卖给当地市民 这些全都是有图有视频有证据 刚才讲的例子在上海是不是都发生了 因为上海封锁的规模更大 国际影响力更大 各种事件曝光量更多 让外界对上海的了解更加全面而已 并不意味着这在上海是普遍现象 到了其他地方就变成个别现象 不是这样的 但是由于上海的优越感 所谓内斗带来的一部分高层官员的躺平 和从中搞鬼让上海的局面更加恶化 这倒是可能 要说江派让各个居民委都抵抗北京都不合作 也许是有点夸张 当然有的继承工作人员是真心为民办事 对于那些在使坏的工作人员和防疫人员 那不是内斗 只是他们的正常发挥而已 换一个地方他们也会那么做 说到这里朋友们也许明白了 内斗天天有 上海的情况就更复杂一些 内斗加上本身腐败和保党的体制特性 让繁华的上海滩在危机中瘫痪 扒下繁荣的外衣 压力下所有的本性都暴露无遗 本来民间可以自助 通过民众自发组织的团购 利用中国发达的物流渠道解决的问题 被生生的掐住 近上海帮忙的京都快递小哥们 不也是得睡大街吗 而那些真正需要政府介入帮助的 固寡老人穷困人口就更加是求生无门 高层的震怒 公安部的发文 过度渲染内斗掩盖体制的不可救药 仅仅两年多的时间 经历了武汉爆发病毒 郑州泄洪灾难 西安封城造成次生灾害 铁链女事件激怒中国人 请问哪一个真正有结果呢 最后全都烂尾了 上海的未来会怎么样 不光上海人呢 是值得所有国人思考的问题 好了 喜欢这个视频 就请在下面多多留言 点赞分享 订阅小木谈天油管频道 也快点加入小木电报频道 不要错过视频通知 想要赞助支持小木的 这段留言也有赞助链接 因为有你一路通行 我们下期再见了